Hello,大家好,我是文和 然后今天是来酒店的第一个晚上 然后货也在这边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带的三项货板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个选品事务 包括我这种做这种品牌的一个策略 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房间 250块钱一碗的房间 OK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吧 其实很大了 比之前那个300块钱一碗的已经划算多了 然后这是一个沙发 这是一个桌子 桌子上市灯火我跟大家讲的产品 然后这边是这三项货 这边是这三项货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降噪的头戴耳机 是中性包装 中性的包装 那一个的话这两边是两个运动蓝牙耳机 那边也是另外一款 然后这是一个床 这是一个衣柜 然后这外面还有一个房间 这外面也还有一个厅 可以做会议室 类似 然后有这样一个床帘 然后电风扇 都有 然后那个才是门 OK好了 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那个货 也看了一下这个酒店 然后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我带的这个产品吧 反正现在马上要处理到了 所以我跟大家先说一下 总共是三款产品 这两款是那个降噪的 是一款但是是两个颜色 其实降噪基本上是比较火的 OK 大家看一下吧 这是两款降噪的 包装是采用的中性的 但是那个耳机上有打我的品牌 这是我最新注册的这个品牌 也是最上两个星期在印度这边注册的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是dabfun.farm 这个为什么要注册这样一个商标呢 这里就扯回来 怎样去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一个选商标的一个思路 商标的话 这个的 我首先 我现在是如果注册一个新的商标 我首先是先抢这个商标的域名 会先把这个域名给先注册了 注册了之后 我才会设计logo 然后再注册商标 这个dabfun.farm.com 就是dabfun.com的那个顶级域名是在我手上 是我注册过来的 然后我抢到了这个域名之后呢 我就设计了这个logo 这个logo的话 我是在那个国外的一个 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兼职 就是那个Fiber上 找的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设计师设计的 当时他有提供三套设计方案 然后因为我这个是从发音来讲就是dab stop 然后fun是fun 然后就是d跟f 我让他强调出来 所以上面这个logo的话 就是有一个第一等形状 然后f也在里面 然后下面是dabfun 这个所以注册商标的话 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内的话 注册一个商标特别特别难 基本上没有个七八个字八九个字 根本就注册不下来 那你先就不要想什么域名乱七八糟了 所以现在国内注册商标特别难 所以我这个东西 dabfun 这个东西我当时想到的时候 然后我就设计了这个logo就注册了 当时国内那边说注册是比较难的 因为有一个dabfun 就是dabfun 浙江那边的 好像它是也是注册的第九类 当时找了第一个中介是阿里巴巴那边的 好像说是不行 后面找了一个北京的 他们想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形状 包括我有这个域名的设计 我有这个域名的所有权 所以他们就会把一些什么其他的相关的条件 包括一些细节写进去 他说这个注册下来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不是说刻意识地去访它的品牌 而是说我是因为有这个域名 然后才有 而且形状logo各方面跟它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说还是有可能性会下来的 所以北京那边的代理这种做商标注册的 确实 感觉他们应该还是会厉害一点 有可能人家商标总局里面也有人 反正不知道后面那个受理通知书已经下来了 印度这边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印度所有的商标总量就没有中国 基本上估计是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吧 所以他们这种注册这种logo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现在这个logo印度这边是注册在我朋友公司名下 然后后面如果我们注册了新的印度的公司的话 有可能我会让他转账到那个新的公司名字下面去 就把这个品牌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启发 大家一定要注册品牌 尤其是走国际化路线的话一定要考虑到他的发音 如果一个老爱拿到这个品牌 你比如说找别人去开箱 人家都不知道你这个品牌叫什么或者什么发音 没有符合他们的发音习惯的话 那后面可能是推广起来 从矛盾音上来讲会比较难 所以这就是这一款 然后这个耳机的话 本身是一个降噪耳机 金属外壳的 全金属外壳 和壳式金属的 然后这个头工是TR90的 所以是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都可以 所以他的那个柔韧性也好 还是他的那个各个方面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声音效果也很好 他这一个厂家的话 他们当时花了很多钱 大概好几百万才设计的这款产品 而且是降噪五个麦克风 四个降噪麦 然后一个通话麦 这个水平的话 跟普通的那种降噪耳机 跟国产的大部分 甚至跟不说索尼 和BIS或BOSE那种级别 反正跟那种级别是差不多的 这个耳机很有亮点 很有卖点 这也是我拿过来的 很重要的原因 他没有在印度市场卖过 虽然说价格会很贵 因为我现在就是拿货架 加上运费 所以加上关税 我现在都要去到三百多了 所以我卖估计得卖到五百多 但是我现在处理 肯定处理不了多这个价格 所以说先看一下吧 看明天到底是市场是什么反贵 我先拿几个样品 先去送一下 所以这是这一款 怎么讲 我觉得从选品上来讲 有可能会那个 这是这一款 我先跟大家讲到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这一款是两个颜色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银色 然后这一款我只带了一箱货 一箱货是40个 所以这个老板 其实这个供应商也还是挺挺我的 他知道我要过来 就40个就给我去打logo 然后去做货了 但是最后没做起来 很惭愧 另外一款的话 就是这个运动蓝牙耳机 这是其中的一款 两款比较类似 包括方案芯片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 三个颜色 一个蓝色 一个红色 跟一个黑色 CSR8635的芯片 然后我们那个 这是另外一款 这是另外一款 虽然包装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品牌的包装 大家看一下这个DAVF1 就是当时有考虑到 就是他这个厂家 是没有这个中性包装的 那我就必须要自己做包装 这个包装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自己用CDR软件设计的 然后正面 包括后面侧面都是那个 这两款包装 虽然两个产品共享一个包装 但是我会在侧边 侧边它会有这个 侧边这里有标志的标记的 一个是S91一个S95 所以说那个 这两款产品怎么讲 其实相对而言来讲到 因为印度这边运动蓝牙耳机 卖的很火 而且在亚马逊或者是在 FREAK上其实卖的也不便宜 才就是一百多 甚至一百四十几一百五十几 那个 然后我这个的话 然后价包括关税 这些全部清完之后 也才七十多八十多 而且是CSR芯片 然后它这个声音效果 各方面来讲都挺好的 我觉得比他们本土的 大部分的这种 运动蓝牙耳机都要好 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说我会拿这种贵的东西来卖 就是比如说这种几百块钱 或这种要卖到一百多 很多人觉得印度市场 印度人那么贪小便宜 或者印度人那么穷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种耳机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 印度的话十几亿人口 那总有一些贵人 总有一些富人 总有一些有追求的人 你去亚马逊印度站去看一下 人家几千块钱的耳机 人家爷爷爱得很好 那说明这个市场 本身是不是那么狭隘的 另外一个的话 印度亚马逊也好 Flipcast也好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退货率特别高 要比欧美那边要退货率高很多 达到了30%以上 所以我当时在想 因为我个人资金有限 我也不可能说做十几个SQ 或多少个SQ 因为我想的就是做一个品牌 知道吧 所以我当时就想 那我要做的话 那我干脆就做两 找两个好一点的产品 质量好一点的 就是客户拿到之后 他会很喜欢 他退货率会低一点 然后差评 就不会有什么差评 因为新店的话 如果说有差评 或退货率特别高的话 会很麻烦 当然为什么说我会 就是一刚开始 我为什么就想做品牌呢 因为印度的电商落后中国十年 十年之前你做淘宝有可能 比如说我现在去拿一些中性的产品 或一些这种其他产品去弄 肯定有可能也能够卖得好 或者说也不用这样子去说做什么平台的包装啊 什么东西 不用这么麻烦 不用打logo 但是我是想的 如果说我要进这个市场 那我就要做长年打算 我要做五到十年的规划 十年之前有可能品牌 在淘宝或在什么上面 那个时候还没有拼多多 也没有京东 也很一般 那个时候品牌不怎么重要 但是十年之后 大家去看一下 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天猫京东上买东西 什么东西还是看一个品牌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现在相当于十年前的中国在印度 那如果说我十年之前我就布一个局 我就做一个品牌 我就慢慢的去培养这样一个品牌 把它培养从本土 就是消费类电子领域比较有名 或者认可度比较高的话 那后面有可能会走得越来越轻松 所以这是我的愿望吧 其实我最大的愿想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找几款产品先切入市场 然后再找几个供应商做配合 然后引进一些新的产品进来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市场做大 如果有形成一定规模之后 我会把我的供应商尽量说服 然后让他们来进来 或者来这边开一个小的加工坊 就是开一个小的工作 这种加工厂 就在于就像这种耳机的东西的话 我们在国内把什么TP啊乱七八糟 全部都弄好 最后就用零部件进来 就最后只是在这边做一下 这种最后的一个安装 就是很简单的 最后两道工序包括包装 最后在这里弄 然后零部件进来的话 比成品的关税要低很多 要低很多 这样既可以省关税 也可以省增值税 包括你之后如果说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你要出口到欧美那边 出口到那边去 也很容易 因为印度本身是清欧美的 所以欧美的海关政策各方面来讲 对印度的 Made in India 肯定比Made in China 要宽松的很多 所以说 这些东西都是后面很长远的一个规划 有可能我就是想的太长远了 然后不想的太远太远 不符合现在的实际状况 才导致了现在这种地步 怎么讲 但产品本身是没有错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走到这一步 然后说最后不愿意 不想上了 这个东西不是产品的原因 所以我还是觉得 我这个选品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如果说 以后那儿的话 我觉得 怎么讲 希望这个品牌 能够做得起来 当然我如果注册新的公司 我也不会用什么大方 Company Limited 因为怎么讲 也会有一些潜在的东西 我会注册另外一个新的品牌 如果说我要确定要打印度市场 那我就是这样子就打 我就前期先培养两三个品牌 把它慢慢做 我一定要把它给做出来 当然这个东西 这也是我当时的规划 然后我们也当时包括跟他 包括跟他爸 跟他朋友 我也是这样子说的 其实最少就是 以电商为迁入点 然是最后就是 形成一定规模之后 做一个工厂 然后因为这边人工成本很低 这边的普工工资的话 700块钱的也有 1000块钱的也有 最高也才1500 是不是 然后他们那只有一种管理级别 就是像主管一级才1500到2500 然后经理才2500到3000多 所以说这个工资水平要比国内 尤其比现在在深圳那边要低很多 那如果说把加工坊往这边挪 把关税一省 然后那个 甚至到以后做大了 我心上有一定影响你 我可以去线下普典 然后去做线下的一个推广 哇塞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愿想 但是一切戛然而止 没办法 明天去市场开始卖这些东西 希望能够不管卖多少钱吧 实在不行 如果确实没人买的话 我有可能就是把包装拆掉之后 自己慢慢带回国 然后把货运到那个 我心轮里那个做物流的朋友那里 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公司 他们每个月的话 都会有员工回去啊过来 然后一人每一次帮我带一个 十几二十个二三十个 应该是不出问题的 因为最多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两款产品300个 每一款是150个 150个 然后三个颜色 然后刻logo 然后那个 其实这两个供应商 当时还是挺挺我的 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吧 但是以后后 下一次我就会 应该会弄得更好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 这种运动来 把包装一拆 其实很少了 你就是几十条放包里面 基本上也一个背包 都能放几十百百条 所以说把它背回去 然后在国内 我再通过树脉通 或其他渠道去把它删掉 尽量还是在这边卖吧 因为我这个关税已经交过了 运费也已经数了 关税我都交了七千多块钱 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边能够卖掉 那我尽量在这边卖 如果实在卖不掉 或者说实在有点 那个的话 我就自己想办法 搞回国内去 OK就这样子了 希望这边大家有点参考意见 这也是 这也不算教训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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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